保罗说我们要为仇敌祷告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耶稣不知他们所做的 知道耶稣宽恕他们 好我很快讲 十字架耶稣讲这句话 祷告有五个很重要力量 第一个 祷告是有能力的 我恨死他 当我祷告求主的保险赦免 就释放我 宽恕我的手 我改变我 恨变成一种仇 祷告有力量改变力 我无法原谅他的 但透过祷告 上帝的爱充满我 我可以原谅他 宽恕他 接纳他 不是一个人 世界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都有这样的经历 第二 祷告是有恩典 当你透过祷告上帝 把更多恩典给你 你用神的恩典 去胜过这种仇恨 我的恩典够你用 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第三 祷告是这种盼望 它来改变你 你仇恨是这种绝望 爱带来人生的盼望 第四 祷告是这种神的爱 第五 祷告是这种平安 当你用这种爱的关怀祷告的时候 你心里会很平安 你充满仇恨 你绝对没有平安 天天想到我怎么害他 杀死他 我怎么用手段的弄死他 弄到他 弄到他不能够活下去 你天天充满仇恨 看到他 想到他 提到他 你整个脑跟心灵 都是被这种东西捆绑 没有用 但愿上帝帮助我们 会逼迫你们的祝福吧